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刘洁忠 美西华人学会针对时事不定期的会举办各类的讲座 那么这个周末政治组将会针对不同的方向 希望可以替2016年新总统新政府来提出建议 也欢迎观众朋友到场一起贡献您保会演义节 美西华人学会政治组又有新的议题要带给男家的社区民众 这次以2016中华民国大选后 对新政局的期待与建言举办研讨会 从人民期望 九二共事 到经济发展等等 邀请到多位专家学者到场探讨 2月27号这个星期六下午2点钟开始 地点就位于洛桥中心 有兴趣的观众朋友欢迎前往参加 这次主要会探讨 第一个问题是大选过后 民进党在立法院也取得多数 那他取得完全执政 他在立法院有什么样新的作为 那是我们侨民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之一 那第二个问题是蔡英文新总统 他要如何去跟这些民进党不同的派系 能够坐下来一起合作 然后他也要面对少数党国民党 甚至其他新兴党派的这个意识的 不管是以后的意识的折冲杯葛 那他如何来面对 那这次我们也会讨论 第三个问题是那个九二共事的问题 那这也是非常关键 那不知道新总统蔡英文女士 对九二共事他的看法是什么 那因为对九二共事不同的看法的话 会影响对大陆的关系 那这是一个我们侨民也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台湾的生存发展就靠台海两岸的和平 你到今天为止 对九二共事对两岸的政策 你有没有讲一句话 没有 所以我们的汪会长说了 他不讲我们请他来讲 所以这是研讨会的主要的目的 我们将来两岸不要再谈两岸 什么赚钱 最主要是要两岸将来 共同合作对外发展 就像欧盟一样 欧盟不是光是两岸的 不是光是欧盟国家本身的合作发展 而是要对外发展 我们就可以增加我们的国际竞争力 蔡英文即将在5月20号就职 新政府新总统以及立法院该如何运作 才能够符合人民与侨民的期望呢 另外台海和平与九二共事 下一步该怎么走 新的一年开始 台湾经济发展的展望又是什么呢 想要与各领域的专家学者 近距离深入探讨 绝对不要错过2月27号 这个星期六下午2点钟 在洛桥中心的政治研讨会 免费入场 更多讯息请上网查询 中天频道采访报道